各位好,今天是1月6号周六,晚上21点39分 本期节目主要是讲,就是 我们除去这种恐慌啊,或者说负面情绪啊 来看2024年就是以太坊的路线图的那个展望啊 就是重点讲一下以太坊2024年路线图重点关注的可扩展性啊 安全性和用户体验 那以及就是它的一些升级 比如说12C4337协议啊,EIP4844协议 然后EIP3074和5003协议这些升级啊 来改善,如何改善那个用户的体验啊 提高网络安全性啊和效率 来激励就是用户交易太坊啊 视为一个不但发展和演变的那个网络的一些 一些啊,展望吧 嗯 嗯,就是 呃,一段时间以来啊,就是 我们经常可以在推特上就是这个看到很多就是 呃,反以太坊网络这个 200以后的一些啊,观点啊,和概念啊,一些一些啊 判断啊,就是 咱们可以设想这一年多以来啊,或者是两年以来吧 就是,凡是一年以来啊,就每一天啊,或者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个新的就是Lair1啊,就被称为啊,就是 号称自己是以太坊杀手啊,比如说 IBS啊,嗯,Sanana啊,然后 ADI,还有什么 Fant,还有就是 嗯,Near啊,是吧 嗯,等等啊,将这一功能啊,但是呢,以太坊啊, 他,他,他,他反而,他就 这些开发者啊,就没什么 就感觉好像被这些警惕有点带动啊 但是呢,他们仍然就没有被吓掉啊 人家专注于就是做自己啊,以太坊的一个 升级和改进啊 这种对进步的承诺啊,在最近的公布的那个 2024一台坊路线图中啊,就得到了一些明显的体现啊 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有望就增强可扩产性和用户体验的一些 呃,关键性的发展啊 呃,也就是说 连续就实现了这些,呃 133啊,1844啊,3074啊,和5003等一些那个技术协议啊 一些升级啊 其中啊,最后确定了那个EIP4844的日期啊 这将使Layer1在以太坊上发布数据 就将变得更加容易啊 在和那些号称为啊,以太坊杀手的那些啊 链的一些,呃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同时啊,感觉 跟你感觉好像越来越激烈的同时啊 这些新的ERC和ERPC将大大提提,提 就是提升了那个以太坊的可扩展性和那个用户体验嘛 是吧 让我们深入了解啊,这些兴奋的这些协议啊 其中,ERC4337啊 将彻底改变智能合约钱包的那些啊 用户体验啊 呃,1337标准的那个协议的推出啊 是智能合约钱包演变的重大飞跃啊 这一改进引入了一个称为抽象 就账户抽象的那个经营概念啊 这个有意思啊 呃,它是一个账户抽象的一个提案啊 这个ERC4337啊 这个 完全避免了共识成协议更改的需要啊 该提案啊,没有添加新的协议功能啊 并更改 底层交易类型 而是引入了一个称为啊 一个使用者开发的 就是使用者可操作的那个更高一层的那个伪交易对象啊 这有点抽象啊 你们可以去啊 重点搜一下这个啊 搜一下这个 对这个ERC4337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介绍啊 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呢 对方账户啊 分为外部拥有账户啊 和智能合约账户啊 然而呢 用户操作的那个 啊 EOI 就是外部外部的那个 拥有账户呢 通常在可用性和安全方面啊 就有一定的挑战性啊 4337这个这个体验啊 模糊了这些界限 让用户啊 能够更直观的与智能合约 就产生一些交互啊 嗯 用户与以采访交互的方式 需要适应环境的复杂性啊 这是来推动它一个一个一个动力啊 我们已经看到 基于账户抽象的解决方案的出现啊 例如比如说 Criso那个Wallet啊 还有那个 Avucidu的那个钱包 我也看到我这个钱包啊 那么4337的那个体验里面 设计的那个那个推出方法 将为钱包设计的一系列改进啊 将点点一点基础啊 并最终降低用户的那个操作的复杂性啊 除此之外 4337最大的改善呢就是说 最终用户的那种体验啊 并实现了新的可能啊 嗯 例如就是 无干事费交易或者是 社交登录和密码的恢复啊 嗯 嗯 我知道有些小白啊 你在使用钱包的时候 小吴的那种钱包的时候 或者是像刚才我说的那两个钱包 有的时候可以把密码给掉啊 那就尴尬啊 那么4337这个体验主要包括了那个特性是哪些啊 这个增强安全性啊 将通过复杂的逻辑的执政策选拨中啊 用户可以设置啊 交易条件啊 例如更多因素身份证或者每日支出限额 然后他也还有具有那个用户友好的那个那个界面啊 他简化了非支出用户的交互 以便使那个越往生态更容易被访问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代币的形式支付GAS费啊 又不可以使用以代房以外的那个代币支付交易费用啊 从而增加了便利性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就说以代房钱包在使用的时候 他的那个水费很高啊 因为以代房那个币加高嘛 是吧 所以如果你可以就使用其他的那个代币的话 那做交易费用的话 那就会把它降低那个 那他的那个手续费啊 第二个呢 他可以提高这个二成的效率啊 那么为Layer2解决方案创建一个廉价的地方来 在以代房上发布数据啊 便大幅减少用户在Layer2上面的那个支付的那个总体交易费用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那个4884啊 4844啊 4844就是它自己解决那个以代房可扩展性问题的一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机啊 它引入了一种新的那个事物类型啊 允许碎片化的一些 可以从二层网络上使用的一些临时数据啊 便像以代房引入一种新的交易交易类型啊 它接受那个 Blob数据并在信标节点中短期保留啊 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些分片区块啊 不包就是它不在那个 不包含在那个以代房区块中啊 执行的交易啊 只包含数 数据块啊 并使Layer2负责使用该数据空间为那个用户啊 提供创建那个更安全性和更具扩展性的一些交互体验啊 那就使得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使那个计算和储存费用将会分开计啊 那它那这样的话呢 费用就会更低啊 所以就很有意思啊 然后就是呃 所以它就会使用 以代房啊 就是降低二线网络的那个费用啊 增加交易吞堵量啊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提笔数据值啊 然后增加用体 然后就是3074啊 这个写的这个这个写家 就是3074一种那个新的那个 呃 将会使一种新的技术将会使以代房更无缝的 对接用户体验啊 而不需额外的那个 安全 呃 就是那个安全性的那个要求啊 3074对以代房的那个交易的授权和执行方式 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啊 允许用户授权第三方使用一种新型操作 来代表他们执行的交易数据啊 只在更新以代房的那个外部那个可插作性啊 一边使他可以 控制 可以将那个 控制的那个权限委托给智能合约啊 那就是说它可以使智能合约批准原置用户账户的交易 在时间当中呢 这个3074这个写将允许使用单个签名执行服 操作无需多次批准啊 那就那就那就说 就可以提高用户的体验啊 也 可以降低费用啊 而且还增加了那个安全性啊 嗯 5003呢是网络资源优化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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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啊 嗯 它的那个缺点是什么呢 不 它的优点 就改决安全性啊 就是它5003科学和3074相结合嘛 来解决 其中的一些互补性的一些缺点啊 互补了以后那个缺点就可以把它消散掉啊 并确保账户抽象的转移 不会产生新的攻击向量 比如说提高安全性啊 然后从而使那个EIP 啊 就是可以向那个 呃 外部信啊 那个 进行数据迁移啊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就是面向未来的以太坊啊 虽然以那个 呃 虽然是以那个以太坊的发展啊 通常被称为是缓慢的啊 呃 比起受到控制啊 以优先考虑安全性啊 但以太坊并没有闲着啊 仅根据每个特定的那个情况啊 来观察和评估技术 这个是不全面的啊 因为以太坊它不断的变化嘛 也是不断的发展和改进啊 特别是 就是以太坊2024年 路线图缠绵了对未来的那个 清晰的一些啊 嗯 愿景发展啊 并承诺解决可扩展性 安全性 可可访问性 和可用性啊 就可应用 就简单化的那个 等关键领域啊 迈进啊 并确保网络面向 比较光明的未来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就是呃 呃 从交互性和用户 呃 对于采访的感受 就是 以及 呃 从那个外部账户 然后转向更灵活的那个 智能合约啊 嗯 来看呢 就是 这些 4337啊 4844啊 3074啊 就是5003啊 这一些提案 或者说就是那个协议啊 的实施 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 就发挥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啊 所以呢 就随着就是 以太坊的不断创新和改进啊 面对那个 呵 号称以太坊杀手的那些竞争啊 它将继续取得 一定相非常快速的 那个发展啊 也就是说 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那个 RSC提案 4337提案 还有那个 484 48 48 44 3074 503这些协议啊 将会 进一步的就是 提高 就是 以太坊的那个安全性 降低它的成本啊 提高可 呃 优化网络支援 简化交易啊 然后呢 就是 来促进它的 可扩展性 安全性 可扩展性 可 用性的那个关键啊 呃 我觉得就是 呃 就是那个 3074和那个 5003 两个啊 这两个协议 如果被广化应用的话 我将会 我们可能会看到 就是以太坊上 可能会带起一波 或者比如说就是 类似于 像 BLC20在 在那个 BTC上 呃 带起来一股热潮啊 所以我就说嘛 就是 就是 嗯 我们会看到就是 BLC20 就是 增加 空空费用啊 带来的积极性啊 就是一个 然后 因为区块链 是一个 整体啊 所以它就 有一个 有一个积极性 然后呢 你作为一个出 一个积极性的点 然后带动整个的 那个生态 活跃出来啊 你带着带动这个 B圈活跃出来啊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同时如果比如说 如果以太坊 这个 这个里面啊 嗯 它如果 安全性啊 比如成本降低啊 还有交互性更强的话 或者更简易 更简洁 或者更强的话 那么 它也是相当于 提高了一种积极性啊 所以我 我 我们就是 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这些 协议啊 在以太坊上 如果产生很好的 效果的话 也会带动整个B圈 整个 整个生态的 一个积极性啊 然后 从而带动整个B圈的积极性 也可以这么期待啊 所以我们说啊 就是啊 我这次节目的主要目的 就是 激励啊 我们这些 啊 B圈的那些 啊 参与者啊 就是 要将以太坊 是不是一个不断发展 和演变的网络啊 而不是一个静态网络啊 不要老是看到那个B价 你感觉那个B价 好像最近在稳定那里 也不是大的提高 然后呢 我们要更积极努力的 成为面向啊 就是 未来新兴技术啊 并提 并 我希望就是 这些 嗯 嗯 里太坊的那个 开发者或者参与者 能够提 提供给我们一些 哎 或者我祝福他们能够提供一些 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案或者一些鞋 的啊 好我今天就想讲到这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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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